怀孕八个月 无比期待孙子的婆婆 突然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我开始还不明就里 直到一个陌生人加我微信 发了一张图片 我老公和一个女人在沙滩上激情亲吻 而那个女人是她干妹妹 只要还没生出来就能弄死 我就是亲个公的事 总好过在母胎就被染上病 生出来的废物 拖累家里一辈子强 前几天产检 查出血糖略高后 我婆婆竟然逼我去营产 七个月的早产都能活下来了 八个月大的胎儿 即便还没有脱离母胎 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了 我不知道 我婆婆怎么能毫无心理负担的 说出上面这种话来的 更何况 孕期糖尿病本来也不是什么罕见病 我家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 就连医生都说 我的只是稍高 甚至达不到糖尿病的标准 让我注意一下饮食就行 完全不会对胎儿造成任何影响 我婆婆却死活不信 非说这一声在骗我们 根本就是因为月份大了 医院里不给做 强拉着我去一个 她什么亲戚开的小诊所里 让她亲戚留作 我当然不可能同意 告诉她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她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想逼我妥协 见不奏效 就跑到我老公面前闹 说她一心都是为了这个家 而我自私自利 非要生个废物病秧子 拖累他们一家人 还说什么 当初就不同意我进门 我连个正式工都不是 根本配不上还有编制的儿子 说我原先还知道收敛 怀孕之后简直无法无天 天天作妖使唤她儿子 现在都想挪拳 想当家做女主人了 我简直听得一脸震惊 这真是不吵架 她永远不知道啊 我怀孕肚子大之后 弯得下腰 让我老公帮忙 系个鞋带取个快递 都成了世子而娇的作妖 我不同意 银产要留下我自己的孩子 在她眼中 都成了质疑她的权威 想踢掉她 自己当家做女主人 还有我之前 嫌她跟我妈一样 独自拉着孩子不易 对她敬重 多做忍让 在她眼里竟然是 我自己知道 配不上她有编制的儿子 所以夹着尾巴做人 她儿子大专毕业后 却当了两年兵 我才毕业没多久 在医院刷资历考证 还没正式转正 但现在也早赚了 工资还是她儿子的两倍 这我到底没点 配不上她儿子 按我说 得知她这想法后 我也是一句话都不想再说了 告诉我老公 这是她自己解决 为了亲近回了娘家住 倒是没想到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去了 刚回娘家的时候 我老公还偏偏接我上下班 告诉我 别因为他妈影响心情 影响宝宝 我肚子里的孩子 都已经八个月了 我肯定是想好好过日子的 看我老公态度还不错 也不想一直在娘家住着 让我妈担心 和惹来邻居闲言碎语 就示弱地和我老公说 我让医院的医生帮我看了 怀的是男孩 你去给你妈说一声 可怜我那时候还以为 可能是我婆婆重男轻女 以为我肚子里的是女孩 才学了这么个油头 逼我迎产 可即便我退让到如此地步 我老公也一直没能说服他妈 接我回家住 就这样又拖了半个来月 那天 我正在医院里整理资料 准备休产假 她突然过来 递给我一张医院的 进行她的诊断书 你什么意思 毫不夸张 我当时看到那东西 浑身都凉了 气得手抖的诊断书都拿不住 孩子都九个月了 眼看着随时回生 我妈说等生出来 就一切都完了 她知道你不放心外边的小诊所 怕做银产不安全 所以弄了这个诊断书 在你们医院 我不等她说完 养着那诊断书扔在了她脸上 又不解气的 一耳瓜子扇了过去 陈坤鹏 你疯了吗 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你要亲手杀了你儿子吗 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妈现在在家里死相逼 孩子以后还能再生 但我妈只有一个 一句话读得我差点没上去 那我呢 你有为我考虑过一点吗 你知道这么大的孩子隐产 对我的伤害有多大吗 她脸色阴沉难看 半天说出一句话来 我也不只是身体凉了 心也彻底冷了下来 行 我明白了 妈只有一个 老婆能再娶 孩子也能再生是吧 那你跟你妈过去吧 咱们离婚 这孩子我自己养 以后跟你家没有半点关系 我当即就要回去取结婚证 拉着他去离婚 结果气急攻心 动了胎气 一步刚迈出 就疼得蹲了下去 脚下羊水流了一地 肚子里钻心的疼 孩子这是被他混蛋爹 气得提前出来了 我被路过的同事抬进产房 我拉着他的手 让他赶紧给我妈打电话 喊我妈来守着我 我怕我生孩子期间出什么意外 陈坤彤和他妈会对我孩子不利 我猜的也没错 我在产房期间 我婆婆就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孩子被爆出来的第一时间 他就从护士手里夺了过来 往外走 我妈生怕他将孩子给扔了 一步不敢离地跟了上去 结果就看他带着孩子 在各个诊室里进出 让碰到的每一个医生 给他检查孩子生时有毛病 刚出生的孩子 哪里经得住他这样折腾 被我妈和医生 强制送回了我身边 从那之后 我婆婆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在医院三天 都是我妈在照顾我 出院那天 同病房的妈妈 在老公的鲜花和感激中 被婆家和娘家所有人 簇拥着出病房 而我老公则打电话告诉我 学校里有个学习交流 活动派他出差一周 这关系到下一步的升职 他不能不去 只有我妈来帮我提着东西 我自己抱着儿子 再度回了娘家 我妈看我郁郁寡欢 怕我产后抑郁 就提议让关颖来陪陪我 关颖是我高中同学 也是我老公的同事 还是他妈的干女儿 算是他妹妹 我和他上学时关系一般 倒是婚后 因着我婆家这层关系 他经常去我家 我俩关系也渐渐亲密了起来 我想喊他过来也行 我和我老公离婚 他也很适合做个中间人 结果我妈给他 打了两个电话都没人接 我以为他在上课 就让我妈别打了 自己在微信给他留言 让他放学之后 来我这里一下 退出聊天的时候 发现朋友圈有消息 就顺手点了进去 有人评论了我昨天 发的母子平安 忠于卸货的动态 真幸福啊 儿子可爱 老公贴心 为了照顾你还请了一周个假 真让人羡慕 请了一周个假 我看到这几个字 没头立马猝了起来 陈坤鹏不是说他出差吗 这人搞错了 还是他在骗我 评论这人 是我小学同学何盼盼 在我老公学校的正教处工作 当初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他也参加了婚宴 惊喜地认出彼此后 就加了微信 观影知道 我俩认识后 还悄悄和我说 不让我告诉何盼盼 他是陈坤鹏干妹妹的事 说那人是个大嘴巴 八卦得很 他一直到全校都得知道 现在干爹干女儿 干哥干妹妹什么的名声都搞臭了 他不想对学校的人知道 徒增不必要的误会 其实观影的担心也是多余的 因为加上微信后 除了偶尔给我发某多多 砍一刀朋友圈点赞啥的 我俩也没联系过 倒是现在给了我意料外的消息 我下意识地 就把他那条评论给删了 因为怕我老公也有他的微信 看到这个评论 然后点开对话框 向他道歉 说本来要回复的 结果这一遇傻三年不小心点了删除 和他闲聊了一会儿 又假意取了点月儿经 最后从他口中套出了 等我去给他妈道歉 等我自己主动回去 甚至等我主动再提离婚 我脑子里血气上涌 想直接给陈坤彤打电话 告诉他不必如此 也不用等出月子了 现在就可以去民政局离婚 和胖胖那边还在吐槽着 孩子难养工作难做之类的 我正准备随便找个借口结束聊天 眼睁睁看着他发来一句 观影今天也没来上班 我给他打电话也没接 人没事吧 我打字的手顿了一下 观影怎么了 前天我生产他和我婆婆一起 去医院来着 我见你俩关系好 你多劝劝 我们都不相信 视频里被打的那小三是他 让他别受影响 什么视频 什么小三 我沉默了片刻 把孩子闹了几个字一删除 斟酌了片刻问 你有那个视频吗 直接告诉我 陈坤彭请假和此事有关 如果真的是当小三被打 他们为了维护观影尊严 不告诉我也说得通 但特意用请假来骗我 就有猫腻了 和胖胖果然八卦天性 立马把视频发给了我 我也是在权力转发的 明眼人应该都能看出来 不是观影 我打开视频 一阵刺耳的女生立马飙了出来 大家都来看啊 这就是当小三的下场 我赶紧调小的声音 让他看镜头 让大家都看看这张狐狸脸 跪在地上的女人 被人拽着长发扬起了头 被迫面对镜头 虽然狼狈的头发只带了一半 但我可以确定 这就是观影 年纪轻轻不走正路 勾引有福之福 陪比他爹都大的男人上床 让人给他买车买房 不要一点闭脸 拍视频的人边路边骂 还有一个人背对着镜头 一巴掌接一巴掌地 抽在观影脸上 扒他的衣服 逼着他下跪道歉喊 再也不当小三了 还不住地往他肚子上踢踹 拍视频的人很谨慎 全程只拍到了观影 施暴者只有后背 偶尔露出个侧脸 还被打了马赛克 我正看着视频 我妈急吼吼地走了过来 萧萧 萧萧你快看 这个人是观影吗 他将手机递到我面前 发现我手机里播放的是 和他一样的视频 我看就是他 这大衣还是你送他的那件 不过他不是有男朋友吗 视频里他穿的大衣 确实是我送他的 但是陈坤彭 难得想给我个惊喜 偷偷买的衣服 结果我穿了却不太合适 本来想退 他提醒我说 我不正发愁 给观影送什么生日礼物吗 我想想也算合适 就借话羡负我了 观影好像还挺喜欢 经常穿着 观影也确实有男朋友 还挺有钱 经常会给他买奢侈品包包 和各种我买不起的护肤品 只是这个男朋友 我一直没有见过 我老公说他们见过 是做船员的 所以一年里有三百天 都在船上飘着 但现在看视频里 观影不反抗不辩解 一直认错道歉的样子 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 你在哪看到的 我问我妈 广场舞的群里 我妈关掉视频给我看 是广场舞群里 一个阿姨分享的 说是在她朋友圈看到的 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不简便 为了钱什么事都干 我咋看着这女的这个眼熟啊 有点像我孙子去年的老师 不会真是咱们这的吧 就是咱们现的 拍视频的是我一个牌友 就说南方身份不一般 不能曝光 现在视频也正在北山 群里七嘴八舌的议论 我妈也嘖嘖摇头 我就说这丫头不简单 我妈一直不太喜欢观影 说她看起来很有心计 和我老公也太没边界的 毕竟不是亲兄妹 后来看我俩出的还不错 才打消了那点偏见 我打听打听跟着谁 她低头去打字 片刻后又抬头看我 有些欲言又止的 她跟陈坤鹏 你确定没啥吧 我沉默着没接她的话 只是打开了汽车的定位系统 她确实停在了一个 我不愿去想的位置 妈 你去一趟这里 我妈凑过来看 现中心医院 怎么了 你还有哪里疼吗 她紧张地问我 不是 不出意外的话 观影和陈坤鹏现在都在这里 我妈回来的时候 脸上带了伤 手机还被摔坏了 眼睛红得不得了 在我面前硬是憋着 装作无事发生 在我着急地一再追问下 才告诉我 她跟我婆婆在医院打起来了 她说她看见陈坤鹏确实没有出差 就在中心医院里 照顾被打的观影 她想想自己女儿 刚给这男人生了孩子 给人照我没人管 出院的时候 硬是在寒风里 等了半个多小时 才打到车 这狗男人 却开着他陪嫁的车 在这里照顾别的女人 还为他喝鸡汤 她越想越气不过 见到他们 这副肩膚淫妇的样 上去披头拜脸 给了陈坤鹏一巴掌 夺过鸡汤 全倒在了观影的头上 骂陈坤鹏抛弃气子 骂观影给人当小三上瘾 赖给老男人不够 还勾引到自己干戈的头上 陈坤鹏自知李亏 不管对我妈怎么样 但我婆婆进来了 冲进去 就和我妈牛打在了一起 骂我妈自己生了冰秧子姑娘 结婚还隐瞒病史 坑他们一家 现在还生了小废物 怎么还有脸出现在他们一家面前 我妈气不过 拿出观影那段视频 对到他面前 还得所有围观地看 说他们一家才有病 儿子骗婚 女儿当小三 儿子女儿还搞一起不要脸 她的老妖婆 蛇心肠亲孙子都想害 被我婆婆上来 躲过手机摔在地上 扭打在了一起 最后被人拉开 还差点报警 我妈愤愤不平地和我说她没吃亏 我婆婆的脸被她挠得不成样子了 说完又哭了起来 给我道歉 说她太冲动了 那俩人也没有实锤偷情 她不该把事情闹到这一步的 我知道 她是怕我还在等陈坤鹏救我回家 怕她现在的冲动 让陈家觉得丢了面子 把火撒在我的身上 她更怕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不好过 毕竟没有人比早年丧老的她更懂 这其中艰难 我告诉她 我早就准备离婚了 这种男人不值得我跟她过一辈子 只是又要辛苦她 将我养大后 还要帮我拉着我的孩子 她支持我 但更心疼我 所以那天晚上 我在睡觉中完全不自觉地哭醒时 听到她再给陈坤鹏打电话 卑微地道歉 问她既然没出差的话 能不能过来看看孩子 挂了后又给我闺女赵科打过去 问她这两天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回来看看我 说我这几天晚上睡着后就一直哭 怕我产后抑郁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晚上会哭 而且就是怕产后抑郁 所以一直在有意识地调整心态 现在看来 有些情绪还是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也没阻止我妈 让陈坤鹏来一趟也好 赶紧离婚 赶紧亲近 陈坤鹏第二天果然来了 提了一箱牛奶 上面落着一层灰 是超市里带妆最便宜 且灵妻处理的那种 将牛奶交给我妈 来到床边弯腰想去抱孩子 身上带着观影常用的香水味 耳朵下边还有块吻痕 熏得我直犯恶心 要说昨天还不能锤死他俩之间 有没有见不得人的关系 那现在就是肆无忌惮地 摆出来给我看了 我之前也真是鬼迷了眼 因为观影和我婆婆的几分相似 因为他一句一个妈妈哥哥的喊 真拿他们当一家人了 傻逼地把人当的小姑子 好姐妹 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他们之间的那点龌龊 可真恶心 别动 我低声呵斥 拿个抱枕 挡在了他和孩子中间 他的手顿住 尴尬地笑了一下 那让儿子好好睡觉吧 我笨手笨脚的 还真不太敢抱他 他给自己找了台阶下 问我身体怎么样 问孩子乖不乖 闹不闹我 然后给我解释他 确实是要出差的 只是单位临时取笑了 观影给他打电话说住院了 他就过去看了看 我妈误会了 哪有什么小三 但视频里也不是观影 他絮絮叨叨地解释了半天 通天都是不要无名化观影 绝口不提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什么时候上户口 更不提一句带我和孩子回家 反而在最后找我要钱 其实这次外出学习 就是为了体育组的组长位置 我的代率很大 当上之后工资翻倍 代率也打不通 但竞争也激烈 不 跟我妈找好了关系 只要十万我就稳了 我想努努力 也为你和儿子以后更好的生活 所以老婆 你先把钱赚给我吧 十万 当初结婚 说好了彩礼六万六 我妈陪价六万六 结果 婚后我查银行卡才发现 他们彩礼竟然只给了六千 还说那六万都在三斤 衣服 还有婚礼费用上 只有我妈真的赔嫁了六万六 还有我这两年各种攒下的钱 加一起正好十万 她可真敢说出口啊 是我妈昨晚低头给她勇气 还是觉得我现在生了孩子 离了她不能过了 让她赶在这时候 找这么个别角的理由 来骗我所有的积蓄 真是给她脸了 我低头去看孩子 压抑着眼中翻腾的木火 骗我的感情 可以 我大不了骂自己眼下心芒 跟你离婚 但骗完我的感情 再来骗我的钱 完全不顾我和儿子的死活 陈坤鹏 光离婚可太便宜你了 我告诉她钱存了死期 还有十天才到期 现在娶的话 百百损失大几千的利息 她贪财 觉得我既然答应了 现在还坐着月子 闹不出什么妖蛾子 就痛快地答应了 立马不再多待 说她已经把我婆婆劝松动了 过几天就能接我回去 说我在娘家 她也放心 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她离开后没多久 赵科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她是我的发小 也是我最好的闺蜜 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一个学校 大学考到不同的城市 但都学了一 考研的时候又考到了一起 不同的是 毕业后她去了郑州 我回到了小县城 这次喊她回来 还因为 她外婆家和陈坤鹏是同村的 我需要她帮我打听 观影和我婆婆一家的关系 陈坤鹏这驾驶 百年了拿到钱就提我出门 给观影同位 但我不理解 医院里 我妈都把观影当小三 被人配打的视频抖了出来 那我婆婆准定是知道这事的 而且看陈坤鹏今天的模样 我婆婆应该也是知道 并默许她俩的迫使的 她印象要强 面子看得比天还重 竟然能接受这样的观影 和她儿子结婚 而且再仔细想想 在陈坤鹏第一次带我去婚房时 我就在里面 发现了和观影一模一样的妥协 她解释说 是给我准备的 现在想起来 我可真是个大傻逼 那妥协明明就穿过 而且并不合脚 明显是我们结婚之前 他们就在这里同居过 我去的时候 旺收了起来 那既然他们有情 我婆婆也不反对 为什么当时没在一起 观影给这娘俩下股了 电话接通 赵柯的外婆年纪大了 知道了有限 只说我婆婆连续生了三个女儿 才有这么个儿子 不可能再认干你了 至于观影是谁 就完全不知道了 不过同意 明天去村头坐俩小时 帮我们打听打听 送走赵柯之后 我让我妈去旗派市继续蹲点 找那个拍下打人视频的 我可没打算那么轻易的离婚 让这对把我当傻子一样 骗得渣男贤女 岁月静好的在一起 我自己也没闲着 先将观影当小三 被打的视频保存好备份 万一真的找不到 他们出轨的证据 我还可以用这个视频来威胁观影 让陈坤彤放弃房子 以及婚后所有财产 否则我就将这个视频 发到网上 发点教育局 搞乱他的名声 搞掉他的工作 又让我同事 把我拷贝下了 陈坤彤找我银产孩子 害我早产的那段监控 有备无患 还将我手里所有的钱 转给了我妈 就怕真离婚的时候 陈坤彤撕破脸 根本不管观影死活 破罐子破衰的 非暗婚后共同财产来分走一半 又在抖音直播间 咨询了某律师 问他我老公出轨了 房子是他婚前买的 但装修是我出的钱 里面的家具家电 全是我的嫁妆 离婚的时候 我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房子 被告知 出轨并不能当做 他近身出户的条件 这房子 除非让他签署转赠合同 或者资源放弃 不然不可能归我 我记了下来 心里也有了打算 加勒的律师 正在搞房产转赠合同 手机叮咚响了一下 有人家我微信好友 你老公 观影这是验证消息 我几乎没有任何考虑的 点了通过 你是谁 我刚打字发过去 那边几乎是同时发来了一段视频 封面正是我老公和观影 我都没有去怀疑 会不会是钓鱼软件病毒啥的 手坏过脑子的 点击播放 视频里 陈坤鹏蹲在沙滩上 正在给趴在椅子上 指着清凉泳衣的观影 涂抹防晒霜 手法娴熟而仔细 连臀部都没有放过 视频总共十几秒 我看完后 下一段又发了过来 这段不足十秒 但更加露骨 观影坐在网红天鹅游泳圈里 陈坤鹏在一旁推着他走 两人时不时的拥抱接吻 这一段拍得极其清晰 两个人五官全部暴露在镜头里 绝没有认错的可能 我揪着床单 指甲恨不能扣出血来 我怎么不恨 他们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 我都认识 今年夏天 观影说要去找他男朋友 他一定很得意吧 不管是这件泳衣 还是那件大衣 陈坤鹏什么时候给我准备过惊喜 生日没有 结婚纪念日没有 怎么会在十月底 没年没节的时候 突然给我准备惊喜 那惊喜又怎么会那么和观影的身 我可真是个傻逼 那本身就是他给观影买的 只是忘记改地址 不小心寄到家里 被我签收了而已 我深吸口气 压下心中生疼的怒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先将视频全部保存备份 又上传到邮箱中转站 问还有别的吗 对他的身份 我已经有了初步的猜测 他既然不认说 我也不再问 你老公的编制 是观影卖身换来的 娶你 或者随便一个女人 是观影金主的要求 那边回了两句 解了我所有疑惑 我婆婆不嫌弃观影 或者说不敢嫌弃 是因为陈坤彤的编制 是这样来的 陈坤彤娶我 大概是为了消除 金主对他俩关系的怀疑 也为了尽快得到编制 做给金主看的 所以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是该锁死骨灰 都得搅在一起的一家人 只有我 一个院种 倒了八辈子 血霉的被牵扯进来 毁了我一辈子 你有什么诉求 我问对面的人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身败名裂 我宁纯冷笑 当然不仅他 我要让他们一家人 会对我的欺骗付出代价 手里拥有了足够的证据 将房产转赠合同 以及他自愿放弃孩子抚养权 和一切财产的离婚协议 弄好之后 我约了陈坤彤出来 没敢喊来家里 怕他发疯 让我妈在家看孩子 自己裹了厚厚的羽绒服 找了个银行附近的咖啡厅 陈坤彤接到电话的时候 很是兴奋 也有取出了钱要给他 来到之后 对我虚寒问暖 还虚心假意的责备 我为什么不好好在家养着 取钱这是他来着行 动着我了怎么办 我面无表情地将手抽出来 抛出了房产转赠合同 还有离婚协议 推到了他面前 这是什么 他本来还红光满面的脸 在看到房产转赠几个大字后 立马沉了下来 但抬头时还在强颜欢笑 老婆 你这是做什么 我已经说服我妈了 今天就能接你们回去了 咱妈就是嘴硬心软 其实一直惦念着你和孩子呢 别装了 我直接戳穿他 懒得再和他废一句话 你和观影那点破事 我全知道了 别废话 现在签字离婚 我成全你们 他脸色变了变 看到我态度坚决 也不再藏着掖着 身子往后一靠 直接谈条件 离婚可以 儿子归你 财产归我 房子本来就是我买的 你也不要想 我就知道 他会如此 可以 我点点头 掏出手机 点开视频给他看 如果你想让他出现在 你们学校的公共邮箱 或者教育局的举报邮箱里的话 他看清内容后脸色大变 伸手就要来读我手机 我早有准备 立马抽回 不用费劲 你觉得我会不备份 你跟踪我 结婚两年 你对我一点信任没有 既然还跟踪我 他开始男人最擅长的倒打一耙 信任 你怎么有脸说信任 我但凡能早一点知道跟踪你 就不会剩下你这种 人渣王八蛋的孩子 谁发给你的 这重要吗 你敢说这不是你和观影 他不再狡辩 沉着脸问 你想怎么样 签了 我再次将两个合同推给他 想都别想 把我家的彩礼还回来 儿子归你 这是我最后的让步 我看着被他扫在地上的合同 脸色也冷了下来 我劝你认清现实 陈坤鹏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刘萧萧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 你们狼狈为奸 做尽缺的事实 没有想过现在吗 我给你三天时间 要么净身出户 要么跟你的淫妇 一起出现在当地新闻 有本事你就发 只要不怕你儿子长大后 被人指指点点 他无能狂怒的吼 我直接就笑了 现在就被亲爹骗走 所有男人钱 恐怕他要饿死 再能听懂敌人的指指点点钱 你以为你有这么一段托视频 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 就能以止气使为所欲为了吗 不然呢 我不仅能以止气使为所欲为 我还能和你保证 你再多逼逼一句 我就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他气急败坏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也可能是被我唬住了 不敢再说 现在签字 否则法庭上见 我连一天都不愿再多等 一眼也不想再看到他 陈坤鹏恨不得抽筋把骨地瞪我半天 又咬着牙软下的态度 老婆 你别这么冲动 我和观影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早断了 他都被人包养了 我怎么可能还要他 现在将他接回家 也不过是我妈的意思 是吗 我冷笑看他 那你可真够没良心的 他被人包养 不是为了你的编制吗 这么忘恩负义 我更不敢和你过下去了 现在只是抢孩子买粉钱 整理下次就是杀气骗保 老婆孩子在天堂了 他脸色顿时一阵清白 你知道 我晃了手机告诉他 我知道了 可比你以为的多多了 其实我这话也就是指 还有一段视频 他却脸色巨变 留下一句 再给他一天时间 仓皇逃跑 难道 真的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这个疑惑 在我回到家之后 就得到了几答 赵科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来我外婆这了 现在拉着我外婆 在观影家这边 你猜我打听到了什么 她的声音急切又兴奋 什么 我准备给孩子喂奶的动作 也顿了一下 你绝对猜不着 你老公不是他妈亲生的 观影才是 什么 我醋眉 有点反应不过来这关系 我说 观影才是你婆婆的亲生女儿 你老公是观影爸妈的孩子 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被换了 被换了 我震惊的合不拢嘴 是医院里搞错了吗 不是 你绝对猜不到 他们自己换的 自己换的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给换了 生了三个儿子 第四个还是 俩家本来也认识 找了见证人一商量 直接换了 这就说通了 怪不得我婆婆会和观影长得相似 怪不得她能接受 观影给别人当小三 闹得人进阶之后 再来嫁给她儿子 也怪不得观影会为了 陈坤彤的编制 去给人当小三 怪不得我婆婆之前都还好好的 突然逼我迎产 绝对是金主的原配 那时候有了桌奸的动作 金主那边赶紧和观影断了关系 我婆婆知道 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提我出去 给她女儿让位 而我的孩子要是生出来 就是最大的累赘 刚好借着血糖高的名义 逼我迎产 这一切的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而且你知道 当时是谁在中间 当的这个见证人吗 赵珂神神秘秘地继续问 我心里咯噔一下 脑子里浮现了一个人 就是你和你老公的介绍人 那个王阿姨 而说曹操曹操道 当晚王阿姨就来了我家 她是来帮陈坤彤要孩子的 带着一份陈坤彤签过字的离婚协议 房子车子全部归我 但孩子归她 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妈气急败坏地骂 她还在尽职尽责地当说客 说不如就把孩子给他们 趁年年轻又有钱再嫁 还能生 我不知道陈坤彤葫芳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但不耽误 我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告诉王阿姨 我相信她确实是不知道 她嘴里那对兄妹 早就搞在了一起 期待她知道后 能去陈坤彤家闹一闹 最好搞得人尽皆知 结果她听完后 目不可遏地一拍桌子站起来 直接拉开了我家的门 董秀芝 带着你那个好儿子给我上来 我婆婆和陈坤彤 竟然就在楼道里等着 还带着个婴儿退车 这是真想要孩子回去 且以为我真的会给他们 痴人说梦 我婆婆看到我后就开始哭 抓着我求我不要离婚 还说什么之前都是她不对 只要我肯带着孩子回去 她跪下来服侍我都行 这态度180度转变的 让我厌烦之余又生不安 干脆让陈坤彭跟我进了卧室 离婚的事还是得赶紧 他们现在都想要孩子的抚养权了 再拖下去 不知道又会出什么幺蛾子 留给你考虑的时间已经到了 签字还是射死 赶紧选 陈坤彭试图过来拉我的手 被我阴的脸瞪了回去 也影响我儿子睡觉 适的男人就痛快点 老婆 你真的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我当时和你结婚 是真心的 我跟冠颖是我妈逼的 我根本就不想 不愧是妈宝男 到现在都在把所有推给他妈 别给我摆出这副嘴脸 一个结婚的时候 短我彩礼 婚后光明正大的偷情 怀孕之后比我打胎 伤孩子之后 看都不看一眼的人 你觉得你有多少真心 我以为话说到这份上 但凡有点羞耻心的 都不会再继续纠缠下去了 但显然 陈坤彭是没有的 但我求婚的时候 确实是真心的 那你觉得你那点真心值多少钱 我给你和冠颖买勇一的钱够吗 不够的话 我在微信转给你你妈造假证明 试图逼我弄死我儿子的钱 他面露痛色 是我不对 老婆之前都是我不对 但现在你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那你也看在儿子的份上 赶紧把这玩意签了 反正即便咱们不离婚 那房子也早晚是他的 我再次将房产转赠合同 达到他面前 他咬牙问我 我们夫妻一场 你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你开口问我要十万的时候 可曾想过给我留余地 我反问他 陈坤彭 你搞清楚 不是我不留余地 这一切都是你救游自取 都是你逼我的 好 他终于收集那幅 让人作偶的心心作态 既然你坚持的话 房子和钱都可以给你 但是儿子归我 你怎么有脸的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陈坤彭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 在你拿着机型他儿鉴定书 逼我做手术的时候 他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要真想跟我抢儿子 那就法院见 反正你在门口 逼我银产的监控 我还留着 看看法院会把这刚出生的孩子 判给谁 萧萧 哦还有 我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直接打断 还有你妈伪造假证明 还有你跟观影偷情 到时候大家都在法庭上看看 等到传得满城风雨 看在学校里 还认不认你俩费劲动来的编制 咱也别墨井 我已经找好了律师 现在就和他说我要起诉离婚 做事要去拿我手机 陈坤彭按住我的手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老婆 我妈真的同意让观影走了 我求求你别离婚 我会对你好的 我不会再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 他痛哭流涕 又情绪激动的 试图过来抱我 我被吓得连连后退 生怕他恶向感变身的伤害我 也不敢再逼 不得不暂且放软态度 你没必要这样 我们即便离婚 你也还是孩子的爸爸 我还会住在咱们之前的房子 你随时可以过来看他 他看我这态度 眼中又充满了袭击 但我不可能原谅 你和观影对我的背叛 你了解我 这是我的底线 说实话我也不想对不公堂 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突然又来争夺孩子抚养权 但既然在乎 我就可以利用 更不想走到别人 对咱们儿子指指点点 说他爸爸和自己干妹妹 不清不楚的地步 我慢慢靠近他 蛊惑似的小声说着 所以咱们好聚好散吧 你现在放手 他户口本还姓陈 还会叫你爸爸 以后提起你 也是爸爸将一切都留给了他 而不是 爸爸拿着一张假的证明 要在他即将出生的时候 杀死他 在我的威逼力诱之下 陈坤彤终于签了房产转赠和离婚协议 我恨不得立马带他去扯证 奈何这个点 人家名证据已经下班了 只能等到明天 我生怕再出什么妖娥子 一晚上坐我不宁 我妈帮忙带孩子 赵珂就陪着我 她跟我聊天 试图缓解我的焦虑 我跟她讨论陈坤彤母子 到底为什么突然转性要孩子 生怕还有什么我想不到的阴谋 可能观影不能生了吧 她随口一说 却让我啼火灌顶 确实只有突然发现 观影不能生了 才会让他们这么急切的 想把孩子要回去 我求证似的给那个微信发消息 观影 是不是不能生了 嗯 那边几乎鸟回 留过两次产 又挨了一顿针对性的打 果然 这人到底是谁 赵珂凑过来问 观影的金主夫人 我告诉她 我妈说她到棋牌室去打听的时候 那个拍视频的问她要了我的电话 应该就是这样联系到我的 至于那人的身份 我妈说她这两天一直在打听 听说教育局里某个领导 和妻子青梅竹马即将白头 是人人怨线的一对 昨天突然离婚 那领导近身出户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那边又说 当然 把她搜集观影和她老公的证据时 拍到的观影和我老公出轨的视频发给我 帮助我顺利离婚 也借我手达到她的目的 你答应了她什么 赵珂问我 让观影身败名利 那陈坤鹏你打算怎么办 离婚了事 当然不可能 赵珂沉默了一下 很认真的问我 事情结束后 你还打算继续留在这里吗 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我摇头 继续留下去 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纠缠和麻烦 我已经和我妈商量好了 房子也找中介挂出去了 昨天我也联系了导师 说不定会去你那里 我笑着看她 第二天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 工作人员本来还想劝 说离婚冷静期什么的 我直接将陈坤鹏签字的离婚协议 摆到他们面前 顺利拿到了离婚证 还开走了我的陪价车 又趁热打铁把房子过户给办了 成功之后 立马联系中介和我家那套 一起挂在了二手房房源上 车子也直接开到二手交易市场卖了 回家之后 将昨晚打包好的行李 快递寄到了赵科那里 又到医院里递交了辞职 反正本来就在休产假了 离开得很顺利 然后就和赵科打车去了火车站 我妈已经带着孩子等家了那里 上车安顿好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了条朋友圈 只有两张照片 离婚证 我儿子的户口页 刘彻 随母姓 不到五分钟 和盼盼便来戳我 问我怎么回事 还没出月子呢 怎么就离婚了 我满足了她的八卦之心 不仅将观影和陈坤彤之间的所有告诉了她 还不小心把那两段视频也全发给了她 我相信以她的八卦天性 用不了两天 这件事就会人尽皆知 所以 我要现在就离开 在事情发酵之前 与何盼盼的对话还没结束 陈坤彤的视频通话就打了过来 我挂 那边立马发了一大串语音 我连点都懒得点开 继续给何盼盼讲我自己的八卦 那边视频通话又打来 我确信她是看到了我的朋友圈 看到了她儿子 彻底和她没了关系 那留着就没什么用了 直接删除拉黑 看到我前婆婆也在聊天至顶 顺手一定拉黑 刚拉黑电话又打来了 我挂断接着拉黑 刚给何盼盼讲完 关影的微信又跳了上来 刘潇潇 你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都给你了 你为什么出尔反尔 那是坤彤的孩子 凭什么跟你姓 竟然真的是关影 这个出事之后一次面也没路过的女人 没想到主动找我 竟然是因为我儿子没有跟着姓陈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回她 那边一直在显示输入中 却一直没有发来任何东西 我继续问她 是怕没有了这个孩子 你付出了那么多 最后还是被扫地出门 现在被扫地出门的是你 她还在嘴硬 你做的这一切 不管是因为贪图钱财享乐 还是重男情女下的不知反抗助者为灭 到现在这一步都是咎由自取 活该 我发完这句 将她也拉黑 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彻底语过去告别 在郑州站目送赵柯下车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 我和赵柯昨晚又联系了导师 他现在被请去了洛阳 我准备去那边和她一起工作 到达洛阳的第三天 在老师和每天开车 奔波过来的赵柯的帮助下 我们终于租房安顿了下来 因为还没出月子 所以暂时只在家里看老师 发给的各种资料 熟悉和学习这边医院的工作内容 第五天 赵盼盼给我发来了消息 观影当小三被打的视频 不知道被哪个家长发给教育局了 他被停课了 第六天 我妈在他一直没退的广场舞群里 发现了观影和陈空棚的那段视频 第七天 何盼盼 观影被人扒出来 和你前夫的那段视频了 现在传的哪都是 你前夫也被停课了 第八天 何盼盼 你前夫在找你 找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找不到我的 我所有的社交账号都拉黑了他们 我跟我妈的手机也换了号 第十五天 你前夫和观影都被学校辞退了 委托给中介的两套房子 也都卖了出去 跟我们生活一段时间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生活要恢复正常 彻底停用了这个微信号 不再关心过去的一切 再后来 就是三年后 我的工作十分顺利 他在持续不断地找我们 甚至找到了他工作的医院 一直到半年后 俩人结婚才消停 前约他回家去了姥姥家 听说陈坤彭死了 因为不怀孕 我前婆婆天天对观影打骂 说他毁了自己儿子一辈子 还要断了老陈家的香火 前段时间就着他去民政局离婚 观影死活不去 和他大吵大骂 说他为了一个养子 让自己亲女儿去卖 活该断子绝孙什么的 我前婆婆火气上头 去厨房拎了菜刀要砍死他 结果被观影抢夺过来 傻儿听到动静 拎着酒瓶子过来 要揍他的陈坤彭 最后观影被诊断精神失常 逃过了死刑 但也永远被关在精神病院了 我前婆婆自己守着小院 也没每个女儿愿意接她养老 每天也疯疯癫癫癫的 我唏嘘 也算明白了 陈坤彭当初为什么民怨什么都不要 只求个孩子在身边能叫他爸 因为了解观影 知道这辈子不 可能甩掉他再娶 这辈子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 更明白他封起来真的会同归于尽 不过这一切也都是他们的报应 晚安